Yo what's up,我是菲道尔 这几年都会有人来问我 诶到底要怎样写歌 要怎样作曲 要怎样作词吧 最近呢有看到一个 欧美的一个YouTuber 他是专门做音乐的 他有做这样子的影片 跟他的IG的followers做互动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诶 我也可以try 我就想到我可以以这样子的方式 去示范给你们看 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写歌的方式 不需要喂钢琴 你不需要喂吉他 你还是可以写歌 好,现在我们开始 好,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现在要拍一个影片 他是写歌的一个影片 然后呢,我现在要给你们选 我到底应该要用哪一个beat来写 好,这个是第一个beat 第一个选择 比较R&B 好,这是第二个选择 这是lo-fi beat OK,所以我们得到的结果 它是蛮相近啦 但是我没有办法等太久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 beat 1 就是我们刚刚听的R&B的那个beat 然后57比43 还是有段距离啦 所以我们就写那首歌吧 那我已经把你们刚刚选的beat 拉近我的录影软件 现在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乱横一桶 然后刚刚我其实也是有发了一个story 问你们有什么主题 然后你们大多数都是选疫情嘛 然后疫情,疫情,疫情 在家很闷 不然就是希望疫情消失 不然就是因为COVID 想要我写关COVID的歌 那么我刚刚也有post一个story 就是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歌词的idea 你们可以写出来 然后现在我们就乱横先 然后再慢慢去填歌词进去 我刚刚看到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歌词 因为刚好有押韵 以前抢机票,现在抢疫苗 哎哟 好,我们走一下感觉 我看看下你们的歌词 想念以前没戴口罩的样子 真的,我想回家 我想看到我的家人 感觉上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心情 尤其是像我们这些理想背景的人 好,来 我们再写写看 今天起得那么早 我没有抢到疫苗 哇老,COVID在家很显不懂做什么好 哇老,COVID在家很显不懂做什么好 我还蛮喜欢这句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句开始 大致上,不要这样 大致上,不要这样 哇老,COVID在家很显不懂做什么好 这种病例那么高,跟上来要 好像不便宜 就 roll опис 记得那么早 订阅 现在每个人都在 感到有机妙 大家出门那时 记得要来一台口罩 好不好 我想要放一个 可能找一个女孩子来帮我 来帮我讲 好不好 我不知道啊 现在的想法差不多是这样子 但是我不知道,我找不找的到这样子的 女孩子的生意 好,我再继续写 现在呢是7点54分 然后我差不多从4点半开始写到7点54分 终于写完了 然后谢谢你们在IG story那里给我的idea 给我的主题的idea,歌词的idea 然后我是还蛮喜欢这首歌的 所以现在就是剩录音 然后就是给你们听歌 Zither Harp 我老咖啡在家很闲不懂做什么好 本土病例那么高啊看出来要 我有点像家但家人请看就好 此理很重要少出门微妙 今天起得那么早以前站机票 现在每个人都在等待这一秒 大家出门记得要打一袋口罩 Happler Click Clack Refresh Refresh 一直看不到 Refresh Refresh 往家弄爆掉 Refresh Refresh 我没有家闹 但不代表你打了一秒就可以往外跑 Refresh Refresh 醒来都看到 Re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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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线祈祷 都比印度还糟糕乖乖乖带在家好不好 I'm not a robot Just want COVID to stop Demotivated Stop all the blaming Let's fight together I'm not a robot 难道你看不出吗 手机也参 轻轻不单 COVID不然 The Roots Do Amanda Music V O I'm not a robot